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图为SpaceX公司重型猎鹰火箭 自2002年建立以来 SpaceX公司经历了爆炸与回收失败等挫折 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也一度便利破产 在一片质疑声中 SpaceX不断前进 先后完成了猎鹰9火箭的发射与回收 并于今年成功发射了世界上最大的火箭 FH重型猎鹰 创造了民营商业航天的神话 中国首枚民营火箭发射 借着SpaceX掀起的这波民营航天热潮 中国企业不甘人后 相继有多家公司 开展自己的民营航天之路 然而中美航天环境不同 中国的民营航天 其实有一明显缺陷 想要复制SpaceX的成功 恐怕困难重重 除为约勒集团旗舰产品德尔塔 四小时火箭 想要了解SpaceX的成功 我们就必须要从美国著名的黑店 美国发射联盟约勒集团说起 该集团由波音与洛马两大军火巨头掌握 长期作为美国航天发射的唯一承包商而存在 旗下有着顶顶大名的宇宙神系列和德尔塔系列 运载火箭 美国通讯公司的卫星 国家实验室的卫星 军用卫星 以及国际空间站的运营 均需要约勒集团的帮助才能完成 也正是因为这种近乎垄断性质的发射模式 约勒集团可以做地气架 其商业发射标价高达1.4亿美金一枚火箭 这对于不差钱的军方还算可以接受 可是那些商业通讯公司则苦不堪言 正是在这种商业发射需求的矛盾下 催生了SpaceX这种民营航天的崛起 GIF图为猎鹰9号爆炸事故 使马斯克濒临破产 猎鹰9火箭6200万美金一枚的价格实载 是给大量的商业卫星带来了福音 自从2016年猎鹰FT火箭性能彻底稳定后 SpaceX一年承接的发射数量 几乎占据了美国航天发射的半壁江山 而这个比例还在逐年上升 也带动了诸如蓝色起源 B格罗等一批新兴民营航天企业的崛起 除为中国长征3B火箭了解了美国模式 我们转过头来看中国 中国的航天发射主要由航天科技集团承接 而航天科技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历来以价格低廉而闻名 以长征3号火箭为例 其发射价格仅3000万美金 远低于美国黑店的1.4亿 也因为如此 中国航天吸引了诸如摩托罗拉通讯卫星 以及巴基斯塔等国商业卫星的发射任务 如此看来航天科技集团作为中国航天发射国家队 其自身的成本竞争优势已然巨大 想要在这种前提下 搞中国的民营航天 无疑没有什么市场 这就是中美民营航天背景的最大不同 通俗的讲 就是中国民营航天市场的缺失 徒卫龙飞船 事实上除了航天科技 中国还有一个国家队 就是著名的航天科工集团 该集团于2016年提出了大规模发展固体快速火箭方案 腾云空天 飞机方案 以及电磁发射方案 旗下有着快舟 开拓宇舟 青舟 腾云五大品牌 火箭 是要与航天科技一争高下 如此实力雄厚的两大国家对你争我想 中国民营商业发射 怎么还有喘息之地 自主创业首先要考察需求与市场 而中国的需求与市场 已经被物美价延的长征火箭 以及航天科工的固体火箭 占领了十之八九 在此前提下 贸然跟风SpaceX明显有失考量 不是谁都能成为SpaceX中国民营航天 必然前景看优 好 我们下期再见